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经常听到疫苗有不同的有效数字 一般大家经常听到 牛津疫苗67% 而Moderna更高,94% Vizor到95% J&J,即Johnson & Johnson,低一点 最少66% 大家很多时候选择疫苗的时候 当然选择最高的就最好 但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 有些人因为没有最高的 Vizor, Moderna, BioNTech 这些疫苗打着 我等到有疫苗才打 现在我不打Oshward, Johnson & Johnson 最好不要这样想 原因是大家要知道 这些疫苗的研究结果 即是出来的有效数字 是基于它在不同时间 不同地方做的研究结果 有点像 因为大家有印象 一个60% 一个90% 有些是70% 大家想象它就像一场短跑比赛 大家在同场较劲 大家一起比赛 同一堆人 有些人就打Johnson & Johnson 有些人就打BioNTech 有些人就打Mondena 然后就比较一下 它的有效率 不是这样的 即是等于 好像运动员各自各在自己的训练场 自己去比赛 自己去计算的时间 大家知道 如果他一个人在自己的训练场去操练的时候 他做到那个数字 就未必跟你落场的数字是一样的 因为环境不同 风向不同 场地 特质不同 所以大家就不要想着那些有效率是可以直接比较 并不是这样的 而且大家要知道尤其是这些研究做的时候有先后次序之分 例如说 好似这个PfizerBioNTech 或者我们现在打伏比泰的疫苗 它是差不多最早的研究 在比较早的时间完成 即是说去年11月已经完成了 大家知道去年12月 南非就发现了新变种病毒 传染力更加高 比较难去对付 而Johnson & Johnson的研究 在去年的7月开始 延续到今年1月 这个时间 就已经掩饰了 在南非爆发的新冠病毒感染 即是说 可以想象 亦是事实 就是 Johnson & Johnson 出来的数字 好像 没有PfizerBioNTech 那么漂亮 但 并不代表 Pfizer一定比Johnson & Johnson 他研究 他研究的end point 就是说 研究 就是打了疫苗之后 那个效果 那个量度 那条尺 每个人都有些少不同的 就是说 有些人 就有些研究 就量度 就是打了疫苗之后 所有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感染 就是说 可能少少咳流鼻水 也有 就是有肺炎 也有 或者有些人 入医院严重的 那些也计算 就说 这个是其中一个 常见的end point 常见的量度 那条尺 但也有些研究 就不计那些 轻微病症 那些 就是说 如果打了疫苗之后 如果你只是伤风咳 他就不计 那只是计那些严重的 比如有肺炎 有气喘 入医院 所以出来的数字 因为计算那把尺 已经不同了 所以最终你出来的数字 其实不同 就很正常 就不代表 一个数字高 一个数字低 就等于 就真的有那么大分别 早前大家一定听过 南非因为牛津疫苗 他用了牛津疫苗 在一些很年轻的医护人员身上 去做测试 他就发觉 他这个牛津疫苗 对付南非新变种病毒的感染 就是说 轻微至中等程度的 COVID-19感染 效果不好 所以他就停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决定 真的有些争议性了 因为其实打这些疫苗 我们不是最关心 他能不能预防 那些轻微的COVID-19 因为轻微的COVID-19 没有大肥料 好像伤风感冒 又不用进医院 又不会影响到你的医疗系统 其实不重要 其实最重要 就是要看 他能不能够预防到一些 中等至严重入医院 甚至死亡的个案 才是最重要的 而依据我们现在的种种迹象 种种证据来看 这几种我们常见 会用的疫苗 其实即使他不能预防 所有那些轻微的病症 或者中等程度以下 不太重要的感染 但是对于预防的 中等程度 到严重程度 危险那些 其实是相当相当之有效的 很多时候达到100%预防 例如入院这些情况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问问你 你知不知道 你平时打的流感针 打来做什么 那你当然是说 打来当然是预防流感 我告诉你 打来不是预防流感 流感有什么 意思就是发烧 咳咙 喉咙痛 你休息一两天 就没事了 你会不会花很多钱 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心机去研究疫苗 为了预防这些东西 大家要明白 打流感针 就预防 小部分有些人 比如说抵抗力药 老人家的人 就感染了流感之后 会肺炎 会老炎 会死人 就是预防那些东西 其实新冠病毒疫苗 也是一样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 就是预防那些严重的个案 预防那些死亡个案 大家看到那些数字 六十几 七十几 那么差 其实很多时候 就包括预防 预防轻微病症 预防轻微病症 的数字 如果剔除了预防轻微感染的数字 的话 大部分现在我们 就是 常见的 这些疫苗 Bilmtech也好 Pfizer也好 也好 牛津疫苗也好 Johnson & Johnson也好 对于预防中等至严重 入院死亡的个案 是相当相当之有效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我都是等下先 我都是观望下先 希望 迟些有更好的疫苗 大家知道 其实 全世界 现在 只有 几个percent的人 真的 打了疫苗 基本上 病毒在全世界 都是横行无阻的 它横行无阻的话 它有很多人被感染 它在很多人身上复制 其实变种就会不断出现 大家都看到 难保随时 随时 会有一些感染力很强 甚至 会引起更严重的病 变种病毒出现 所以你在等的过程 就不是没有代价 有一个风险 病毒的东西 无孔不入 你不知道 如果你在等的过程 你又没有打疫苗 你如果不幸 感染了 那几个percent 会进医院 会严重的过程 那就不值得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现在常用这些疫苗 Visr也好 Mondana BioNTech 復星 復必泰也好 Osward也好 Johnson & Johnson也好 其实预防中等严重的感染 是相当相当之有效的 不是大家常听到的数字那么低 简单说 如果你能够早点打了疫苗 的话 药伤都变成首饰伤了 就是说 COVID就算感染你 你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机会 真的要入院 会严重 疫情对你来说 已经不是太大影响 这样才是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奉献大家 如果大家能够可以打到我刚才说的这些疫苗 任何一种都好 尽快打了它 保护自己 就最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